圆山海岳舞蹈团是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舞蹈团 为了将原住民的文化以最原始的方式传承 交给年轻的族人 特别在文化局补助相关展演的计划下 在花莲市的铁道园区一馆举办了展演会 也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前来欣赏 并且成功地将文化生根在年轻族群的生活当中 虽然在艳阳天跳舞是相当爆汗的活动 不过由圆山海岳舞团所举办的原住民凡在来舞会展演 在花莲铁道园区一馆所举办 吸引相当多的优客来观赏 这样的原住民乐舞完全以歌手来歌唱 县议员李正文 周军佑 县府原秘处行政处副处长 杜顾撒运 花莲市公所秘书温策凡 也都到场观赏原住民乐舞展演 结合在地的文化 结合在地的产业 我想是未来 真的要鼓励我们文化局这边 在推动的时候的一个思考的模式跟思维 如果说把这样的原住民的文化 放到这个园区来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 他有一个所谓的带状性的节目 在这边固定的演出 我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的观光客 尤其隔壁就是东大门夜市 除了可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以外 还可以来这里体验 我们不同的族群的文化 原山海乐舞团才成立不久 就是希望能够借由长者的智慧与歌喉 来教导年轻族人传唱阿美族的歌曲 并除掉以往伴奏的方式来展现 我们园山海乐舞团是以传承为原则 因为现在舞马几乎都偏向卡带 跟一些影片 可是我们老师 龙豪老师他坚持希望可以保存 就是舞蹈以木骨 然后呈现 然后吟唱的部分 然后呈现给大家看 因为怕失传 因为现在的卡带越来越流行了 已经没有人在敲击木骨 跟传统的音乐在出现 原山海乐舞团虽然才成立不久 30位的团员都是来自花莲各乡镇 邪爱原住民乐舞的团员所组成 原山海乐舞团也期盼 县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协助 让充满着表演艺术的地方 特色有更多的展演的空间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